哎呀 哎呀 你松开 我跟你说两句话 松开 进去之前跟你嘱咐两句 一会儿进去只管看你的房子 少说话 能不说话就别说话 听见没有 我能说什么呀 最重要的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 跟我怎么说 我拉就不走啊 来了来了 谁呀 你们是 白阿姨 这是我同事商榜城 他跟我一块负责您这房子 那个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不是为了他才上班的 别瞎指人 懂不懂礼貌 我刚怎么跟你说的 你看不看吗 不敢往我走 那我当然看房了 那你得给我介绍 你看你 你动手 你不许说话啊 我可不喜欢听你说话 你好 这房子格局不错啊 还挺喜欢的 你这东是靠谱吗 我还可以 你这东是好 你也靠谱 过来 你老甩我干吗 我刚才不想买主 今天的交易 生不了 我们努力啊 尽量好不好 不是你看房子看房子 你老动人东西干什么 怎么了 看一眼嘛 我怎么 这房子就是旧的 但这设计吧 我还挺喜欢 这花园也还行 这花长得还挺好看的 打理得挺干净的 你觉得呢 你别放了 你觉得挺不凶的 你觉得好不好 你能不能不老 不少 那你 我拉你一下怎么了 那怎么跟你说 那一下怎么了 是否因为他在那儿 你不让我拉你 什么乱七八 都跟人有什么关系 不是 不是 那个 骆总那个有 有个事我得提前 给你声明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房源的 价钱可不便宜 这跟你随随便宜 买个包不一样 你这事你能做主吗 我自己的事情 我当然能做主了 再说了 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吗 什么东西都可以 不是 就不能不动手吗 哎 阿姨 我倒是要问问您啊 您家这房本上 是您的名字吗 您老公同不同意啊 哎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 哎呀 怎么了 你 你的话问完了吗 啊 那好吧 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你 第一 第一 关于卖房这个事情 我先生 没有任何态度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第二 就是这个房子 房本是我儿子的名字 所以 所有问题最后如何处置 都得他来定夺 您的问题我回答的 你还满意吗 嗯 抱歉 我要接个电话 喂 呦 儿子 这刚还说你呢 不是 是那个 有人来看房 哎呦 儿子 你放心吧 肯定是那个正规的 中介公司 你当时是不是说 只要你拿了低笔佣金 你就能离开花园店 对 不是啦 那个 年轻人 年轻人未必看上咱们这房子 咱房子太老了 阿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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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干嘛 喂 您好 您好 你家这套房子 我要了 什么时候能签合同 行 那我们就约三天后 三天后见怎么样 哎 我那个 哎哎哎哎 我是话没说完呢 哎哎哎 没了 好 不是那个那个 骆左 你想没想好啊这事吧 对啊 小姑娘 买房花的可不是小数 我给提前告诉你 这买房定金要是付了 可不管退行啊 所以呢 我建议你啊 回家呢跟你们家长好好地商量一下 再来决定 好吧 不就是买个房吗 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现在是不是你的金牌客户啊 你把我走啊 你把我锁上的 你把我锁上的 是不是 给你换了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 你干嘛呀 你 你看小说呢看怎么半天 你能看得懂吗 能看得懂吗 你看小说呢看怎么半天 我怎么看不懂了 我爸签合同的时候 我可是看过的 你看啊 你们这条条都是针对甲方 这条款太霸王了 我加一条 加什么加啊 我们这都标准的 你赶快签了完事了 我加一条啊 你听着 如果此次交易中 乙方有伤害到甲方身心健康的行为 或者以方未尽到 有关房屋重大事件的告知义务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并不赔偿任何损失 洛小姐 停 比如你现在跟我说话 就是伤害到我的身心健康 这房子我就没法买了 成长 我可说好了 这次房子买了 佣金只能你一个人拿 行 那二位慢慢聊 我先出去了 成长 快 你快加上这个 你不是想早点离开这儿吗 合同签完我就交定金了 怎么说的 来这儿 如果 来来来 你自己打 自己打 谢谢 我过来打